蝙蝠侠漫长的万圣节 原漫画被誉为漫画史上的必读经典 是纽约时报刀小榜上的经典作品 克雷斯托弗诺兰也就是电影蝙蝠侠黑暗启事崛起的导演 将其称之为一部犯罪史诗 如今这部漫画被改编成动画电影 由指导过超人名人之子的克雷斯帕尔默丹人导演将于近期播出 故事发生在蝙蝠侠早期战斗生涯 将说蝙蝠侠遇到一个只在节日进行谋杀的良环杀手 人们不断猜测这个杀手的身份 结果却出人意料 这个故事也关系到蝙蝠侠最知名的反派之一 双面人的起源 以及歌坛黑帮罗马人的兴衰 小丑猫女稻草人等经典角色均又出场 蝙蝠侠漫长的万圣节分为上下两部 在不同时段播出 强大的配音卡斯阵容 让粉丝只呼期待 这是一部披着悬疑色彩外皮的伟大悲剧 一个政治的检察官冒着生命危险 甚至希望做法律外的解禁 无时不刻的 渴望着将歌坛的二大黑帮告上法庭 而罪犯却远比他想象的猖狂 不会永远记得那个在母亲坟前哭泣的少爷 他启示过一定要将罪恶从这座城市驱逐出去 老粉如是说